我的主播 今年第七號颱風 蘭恩在臺灣時間今天凌晨4點左右 在河戈山縣岩甲附近登陸 根據日本氣象廳訊息 因為蘭恩的行動速度緩慢 恐怕會帶來顯著降雨 根據CNN氣象預測 蘭恩不只帶來強風也帶來巨浪 您可以看到在強風中 鏡頭猛烈搖晃 一波波浪花 不停拍打著削撥塊 日本中部的降雨量 預期會達到100到150毫米 雖然目前颱風強度稍微減弱 不過日本本週四國都不敢掉以輕心 全日空已經取消腫奪班機 東海旅客鐵道公司 和西日本旅客鐵道公司 都已經宣布取消 所有民谷屋站到新大阪站之間 還有新大阪到岡山站之間的子彈列車 蘭恩預計在明天 颱風中心將進入日本海 以上是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